好,我跟你谈谈就是中移动 年初至今就升了两成 即是20% 不过昨天A股和本港都要跌2% 但收市后就看到有个消息公布 就是说在港交所做一个回购 用了4亿元左右 金额就是56.65至58.15 这个消息其实对中移动有没有提振作用 还有年初至今可能有些朋友买了 其实都赚不少了 现在的部署应该是只赚 还是怎样做呢 我觉得当然消息面方面就属于利好的 始终都有回购 起码对股份来说都会有一些支持承托 但是会不会透过这个动作 而令到股价再有个大升的情况呢 那就可能难些少 因为始终年内来说 其实年初至今中移动股价 其实升的幅度是算比较多的 以往来说其实波幅都没有那么大 所以其实都短期来算是升得比较急 而以来当中这阵升下去的因素 当然你说可能是一来本身板块的性质 是比较稳定的 其实年内年初至今很多资金的选择 都是偏好一些叫传统类别的股份 还有是比较稳定的股份 中移动电信股 绝对是这一份 但是其实当中也有些因素已经炒定 他们的回够会出现 甚至是可能增加派息的一个情况 因为之前他回到A之后 其实已经有迷路说过这些方向 所以其实当中已经反了一部分 可能会有枯构的一些可能性 所以现在只是做出来 或者是持续做得好 不算是一些很新的刺激 所以对股价来说 我认为美主会有一个 再因为这个回够的急升 但是反覆地试回高一点 我觉得这个机率是大的